大家好,我是吳仔,德花發禪 見到香港有這樣的新聞,就是恐怖,得人驚 因為剛才在廣播上說,香港政府應該做一些事 在廣播上可不可以教別人,就算是大家分手 或者是有些什麼感情糾紛,可不可以好來好去 我就在想,他不做而已,我想到動了念,不如我做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跟大家說,天下間最大的執著是情執 這句說話,我在已經原籍的正空法師第一次聽 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佛是怎樣看人間的愛情呢? 情執是世間上最大的執著 當時我聽到正空法師的分析 我覺得是如雷觀頂 他的解釋是,你和他非親非故 大家不相識,為何要對他招絲冒想 為何他離開你,你要殺了他? 大家非親非故 你本來生出來只有一個人 本來沒有一物 你一個人來這個世界,他和你沒有什麼瓜葛 很多人想不到那麼遠 在那一刻,究竟那些是否真的愛情呢? 我看到今天那件事件 兇手殺完人,還在陰笑 你得到什麼? 對,為何要這樣做? 你失去了很多事情,你失去你的自由 失去了雙方的關係 其實他跟不跟你一起,你也不需要殺他 你殺了他也得不到事情 只不過是失去你的事情 唉,人啊,一喊就會有真癡 其實說到底,沒有智慧 看不到那個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今天用佛教的角度和大家說 希望可以破解大家的情執 我自己也有情執 我有的,我不是沒有的 我很重 我對著希希最重的情執 所以我決定這一生這一世 我都要黏著她 說她在後面尖叫 覺得很軟 但事實上是 我覺得沒有一個女人在我生命中 對我產生這麼大的煩惱 她是給我最大的動了心 其他女人我不覺得有這種 這麼厲害 其實愛會生恨 我也有過這種情感 我決定 之前有人聽到我說 你都是彈他王子 你這麼多女人 我決定是她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我欠了她 我欠了她 我們說一說 情執是甚麼 執著是甚麼 執著是甚麼 執著是你跌了下去 陷了下去 非他不可 我不想她離開你 那種執著就是這樣 是的 但是 其實說到底是甚麼 就是 癡 你不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 你看得透是甚麼 就是沒有智慧 你看到表面 兩個人的愛 我喜歡她 她喜歡我 我想要她 想和她在一起 但是你沒有思考到 究竟為何你們兩個會相遇 這個問題 在人間界是周而復始的 因為 除非你正德阿羅漢 除非你是八地菩薩 除非你成佛 如果不是 我們要輪迴在這裏 因為我們都是有情執 是的 我們有執著 我們放不下 所以我們繼續在這裏苦海輪迴 這樣要思考問題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你要了解 佛教佛陀怎樣去說這些感情的問題 情分兩種 一種是浪漫的感情 在心中 有一種是肉體的感情 是欲望 佛陀說 對於肉體的感情 欲生與 與意 以而思想生 就是 你不去想 你不去看 不要看 不要刺激你的思想 這個欲望 從你的心念那裏 一旦你刺激你自己 你控制不到你自己 所以為何有些女生分手 說我不再看她一眼 你一見到她 你心就會動 其實那些女生 我覺得那些說話 也有佛性 如果是心裡的感情 特別是女生 比較重感情 那怎麼辦 其實你真心喜歡一個人 你不一定要擁有 你真的喜歡她 你想她好 你怎會捨得 拿一把刀這樣 狠插她三十多刀 或者殺那個不是她老婆 但她追斬 撇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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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你想怎樣我都給你 你想走就走 你想怎樣都可以 有些人說 你想怎樣都可以 你就是不要離開我 有什麼離不離開我 你的肉身都是借回來 你三天不吃飯都會死 你借回來的 你是能量的罪合物 沒有東西是屬於你的 連肉身都不是屬於你的 其實我覺得 你這麼殘忍的人 你根本不用判死刑 你不用給他食物 你把他困在那裡就死了 你就等他那個肉身 不可以再 不可以再聚集一些能量 玩完了 是不是 你憑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 你的法律是真的 我覺得是 挺仁慈的 挺仁慈的 你還 他對社會有什麼 有什麼正向 你想想 你還給他飯吃 讓他留他的命 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 成世不知道做什麼 有飯吃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 有些人有飯吃 也不開心 對不對 所以人有很多愚痴 在裡面 令到那個慾望很大 而可能 很快 很快 這一刻 他過不了 他轉頭 當他清醒 可能一兩個星期 一兩年 審完單案 中山監禁 再多坐兩三年 覺得自己做這些事情 很蠢 為什麼這麼蠢 為什麼這麼蠢 執著是害死人的 所以我經常見到 有些事情 不用這麼執著 放下它 有些人是放不下 沒有東西是放不下的 講個佛計 你聽聽 那個和尚仔 他說 師傅 我真的很執著 我放不下 師傅 那你的竹籃 你揹著石頭 揹著石頭 揹揹揹揹 揹揹揹 揹揹揹揹 師傅 很重 重又怎樣 他說不行 一定要放下 你辛苦到一個位置 你自然就放下 有些人不是 我弄壞他 你還是要放下 他把自己去到盡 其實根本上 殺人就是把自己 放在一個極度痛苦的位置 尤其是情執 當然有些人是 沒有善根去想這件事 繼續在這 唉 真是萬惡 好了 大家都有情 所以叫眾生 因為眾生也有情 我們都是有情眾生 有情就墮輪迴 情越重 就越墮輪迴 向下走 如果想向上 那又怎樣 就是 如果你想向上升 其實就要放得下 有些人放得下 什麼時候都這麼開心 放不下的人 就會沉下去 執著 放下 很沉 那種力 就會越來越墮落 那個惡度 那些人對世間 如果你說 懂得享受藝術的人 很隨意 有些人很隨意 看東西就不會這麼執著 比較看得開 不過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的家 只顧著婆婆媽媽的事 已經很堅持 不肯放手 這樣怎會不下惡度 臨終的時候 要繼續輪迴 細細輪迴 有個朋友 說他的真人真事給我聽 他爸爸早死 他媽媽在床前 就說一段最後的說話 那個朋友其實有點胃根 他那天跟我聊天 他說 我看著爸爸過世的時候 媽媽在他耳邊說 他說你記住 下一輩子要找我 你記住我 什麼什麼什麼 不斷在那裡 然後他說 哎呀 兒子說 你這樣說完他下一輩子 你兩個之後下一輩子不是這樣 小小都是這樣的 這個朋友 挺有慰根 那個朋友真的挺有慰根 是這樣的 你這一輩子不發 下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來來回回都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經常說不用這麼執著 現在教大家 怎樣放下 人家喜歡我 我們也喜歡別人 人家尊敬我 我也尊敬別人 人家不尊敬我 不喜歡我 我也是尊敬別人 在過去世就結下了一些緣分 善緣的 邁到來的 你覺得大家都好 惡緣的 見到面就討厭 不過有些 開頭以為好像很好 慢慢 就抱面了那種感覺 越對越不對勁 開頭挺好的 慢慢開始發現是惡緣 前世有仇的 做什麼都不順眼 一看到你就不順眼 一見面就好像有些什麼 但你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好像很合適 這些就是業縣 這樣說你們就明白 其實 因為過去世的緣分沒有結好 其實這一世遇到是為了什麼 你有兩個選擇 可以像那個人那樣 將那件事再搞大件 然後下一世 你今世兩人 下世就兩人打倒回來 就打來打去 萬劫不服 要不你不喜歡那個人 你跟他 有仇的 明知有仇 前世 我和你今世 惡緣化善緣 將我們鋪債清了他 來世還可以做朋友 做夫妻 還可以叫做不需要這樣 有這樣的情緒在當中 如果大家不明白這個道理 就冤上加冤 好像那個殺人犯一樣 這些不如意的念頭 會永遠潛在在你的阿賴耶積裡 生生世世萬般帶不走 唯有孽隨身 對了 來世再見 就冤冤相報何時了 古人經常說句話 叫做冤家怒澤 為甚麼 因為兩個本身是有緣 無論你去到天腳底 你都撞得回 我講一下我和希希的例子 我和她不用特意約 隨意約的 隨便 兩個在那裡亂走 然後兩個可以突然撞回 你知不知道 空間那裡可能有幾萬人 真的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見面不相逢 你旁邊走過法哥 你都看不到他 無緣 你不看就看不到 但有些人不用特意看 你都看得到他 就好像我和我師父 我飛來日本 剛好拍張照 他在旁邊坐飛機去北京 剛好線就在旁邊那條線 不是他怎麼做到我師父 這些就是緣分 好了 如果大家 在剛好把惡元 最惡的時候 把它化解了 天涯海角 再遇到還是好朋友 何必還記住這些仇恨呢 我知道我前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我是認識過幾多人 在某些人都很厲害的當中 和我都很不合適 你看到的 我不是說那些人厲害 你看到網上有人吹花 另外還有一些都很出名的人 其實我知道我和他們有緣 明明剛好一起的時候很好 清兄到底 因為我當時還未醒悟 我想提一下他一些事情 他竟然覺得我在背後說某人壞話 然後搞到古靈精怪 就是冤家路窄 但是 這個世界物極是必反的 所謂物極必反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好到盡 亦都會破裂 愛得深 恨得深 其實愛和恨也很難分 是否真的愛還是佔有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譬如我想一個朋友好 我經常說你應該這樣 你應該這樣 我將我傾郎相受 什麼都教你 然後可能那個人覺得 你這樣侮辱我 你覺得我廢 你覺得什麼 然後就反面了 人與人之間 其實是經常會發生這些事 這些是六道眾生 人間道輪迴 經常會見到的現象 最後就是愛生恨 生仇恨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君子之交要淡如水 淡如水便平和 起伏不大 你跟那個女人高潮跌起 你一定有生了一個佔有 大家的感情 太波幅大 情海翻波小白龍 就是這樣 真真正正 有情有義 在這個世間走下去不難 但也不容易 大家要自己廣結善緣 佛門 不是不講情 不講義 只不過 是把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經常說要避人 不想結這麼多元 不懂 不懂 很多人叫我做這樣做那樣 去這裏 不懂 但是有些事情要避 但當然大家不是去到佛菩薩的境界 你哪能夠避得這麼多 自己要聰明一點 要說更厲害的事情 這個出世法 無我 佛家說無我 我們眾生本身是一體 是地球分裂出來 一體 既然是一體 我們的情意 當然會很深 我們 當你未了解到 我們本身是一體無我的時候 你的情執就會很重 但不是你真真正正的自性 而是你好像在做夢 你被三毒迷惑你 貪真癡 貪真癡就是有色眼鏡 你看出去的東西 全部都是執著 全部都是分別心 所以就是難途輪迴 好了 既然大家是宇宙的一體 同一個 同一件事 大家都是 那 又何必這麼執著呢 你喜歡做的事 既然你是我 我也是你 那你喜歡做的事 那你就去吧 那你做人豁達一點 那人生就簡單一點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有些人說 我不讓你做這件事 說說大家的那種關係 你認識誰 認識誰 我要罵你 你生了多少煩惱 來不了苦 苦到最後 你看他在這裏冷笑 笑什麼春呢笑 你自己在這裏苦 對呀 以笑是遮臭的 你做了一輩子 一輩子都不敢做的事 就是去殺人 最厲害是你 A一頭條 是不是 刺 對世界的認知有病 有個病字 有個智慧的智 脫離不了六度 也會繼續生於惡度 做回人也慘 終生本是一場大夢 不斷去糾正你自己 我們要 提醒自己 跟某些人 久了會日久生情 但是 慢慢因為某些原因 又會分開 分開又痛苦 過了一段時間 又來了一個新的人 是不是 交往感情又不錯 又多好 然後某些因緣際會又分開 那你說前的心還是後的心 其實感情 都是一樣 有些人說 喜歡這個多點 喜歡那個多點 你覺得而已 好像有些人說 五仔我覺得你怎樣 你自己也說了 你覺得而已 你不看我 我簡直也不是 是不是 你不關注我 也不是 這些就是緣起聖空 所有事情都是你覺得而已 你不覺得 要是你收拾不定 一放下 你發覺原來 原來 我在地球轉 原來 我肉身原來是這樣的 是聚合回來的 你一放下 天下本無事 根本無事 是你自己煩惱作罪 那麼 我們剛剛出生 你認得誰 誰都不認識 誰都認不到 連父母也認不到 是不是 跟你父母的時間長了 哦 這個是父母 先入為主 這個是我親人 是不是 慢慢培養了情緒 長大了成家 覺得家人最親 其實這個人 一開始跟你都沒有感情 後來慢慢培養成家人 印象深了 產生好感 這些叫做感情 感情就是眾生在迷惑當中 找一個煩惱的依靠 精神的寄託 所謂 讓我們的心靈暫時有個地方擺擺 有個人對我好 有個人掛念我 我回家裡有人等我 我回家裡等人回來 有所掛念 亦有所被掛念 心好像順了下來 起了這個作用 但這個作用根本不長久 是的 有什麼長不長久 如果他走了怎麼辦 人都會離世 看誰先 當然 當然 有這些天倫之樂 有得過當然過 但是他要走 你都不能挽留 好像那個男人 他都不是挽留 他根本就是摧毀他 我得不到我就摧毀他 這個是 人類社會最恐怖的心態 所以 為什麼 法律要將他終身監禁 謀殺 因為他會傷害人 而這個行為是不理智的 他得不到任何東西 是的 好 其實你想想 你是寶寶的時候 誰認識誰 大家都是慢慢 因為因緣聚在一起 感情產生 互相有情執 百年過後 身體都用不了 不要了 是不是 這件事完了 也不知道再轉去哪裡 可想而知 其實你所謂這一刻的執念 我愛他 我好恨他 我沒有他不行 我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眾生就是在一個假象裡活 而這個假裡 搞到自己疲於奔命 真正的成佛 成菩薩 就是了了這些情執 在六道裡隨緣道化 真正去幫助眾生脫苦海 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 因為我們被六道所迷 所以內心會傷心會痛苦 有種種的煩惱 那怎麼辦 就好像一些高僧大德所說 我們這一世就好好去修行 慢慢上 慢慢上 自然就修成正果 再反過來想那個 想這個 死定了 但是你本身也要有一定的根基 為什麼呢 有些人很喜歡自己 聽了一點點 又去學一下救人 這個解釋得不錯 他說 你不懂得游泳 走去跳下水救人 自己也會浸死 那些人也會有什麼高僧大德 大家都是在苦海浮沉的人 分分鐘的遺爐取暖 自己也不會游泳 走去救人 自己也會浸死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些人 都在碼頭一起跳海也會有 聊聊聊聊 唉 所以說 其實 你聽到某些人說出來有道理 他不是說這一世收回來的 生生世世要不斷去修正自己 大家記住要修正自己 是啊 難的 因為要先下地獄 我不進地獄 誰進地獄 是有這樣的辦法 就是這樣 好像這些事情可以不理 睡覺打機 掛人忍事 走去走去 我都說叫政府做 我叫得他來 他拍得來 然後就天亮了 所以我今天發言 要把這個訊息 告訴大家 是啊 希望大家可以脫離苦海 好的 就珍惜 不好的 由他走 隨緣 對不對 不好還要留在身邊 做什麼 量子糾纏 前世有仇 這叫怨恨會 人生八苦 你求他的愛 他又沒有給你 又求不得 兩個不喜歡大家 又怨恨會 生老病死已經慘了 其餘那四苦可以解得到 他不是的 死要綁在一起 那就慘了 沒有智慧 人 如來如去 在這個生命當中 來了又走了 其實我們自己 又會用完肉身 那些事情集合在一起 大家應該都 我估計而已 沒那麼聰明 下世就成佛 之後又再來過 來來去去 周而復始 你想遇上那些事情是好 還是惡 由今天開始 由這一念開始 下次再生到那些惡念 不求不得 人家不要你 就由他走 但不要你 還要跟你說錢 我就明白 如果不是這麼過份 跟正法律 算吧 但不是 出軌在先 找其他方法 去保障自己 說他死前爛打 聊天 破產 一定有辦法 不用殺人 是嗎 今天希望大家明白 放下情執 這個是脫輪迴的 最大的關口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 宣揚一下其他的 正能量 下次再談 拜拜